樹高15公尺上 任何一個條件達到就是受保護 不一定要列管的 因為我們這邊列管只有8顆 那我們一個一個去兩側 下來是33顆 這個我想文化局那邊 有很詳盡的一個資料在那裡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對於那個樹種 剛剛有一個民眾反映說 哪些樹種對空氣比較難 所以對空氣比較差 這個我也有聽聞過 那當然 你站在我做設計的立場 嚴格講一下 我是期待不要完全 用現場的這些樹 去移植 如果能夠有新的樹種進來 對未來這個環境 不是好的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意見 那另外一個是 有人說 那是九十幾項嗎 九十六項 現在很漂亮 我也認同 現在很漂亮 可是移植之後呢 會不會更漂亮 我剛剛聽到這一句話 所以我一直在訪問我自己 一件事情 我今年 我公司剛好滿三十年 十一二號 下禮拜一 我要請我員工 之外 慶生 滿三十年 我從事這個行業三十年 我剛剛一直在訪問我自己 我做過這麼多案子 難道那些案子 做起來都沒有很漂亮嗎 因為我所有做的案子的樹 通通信眾 可是現在 各位到新一 新一路跟莊敬路口 那邊有一棟大老家 星光曼阿哥 那邊有一個橘木 那一棵橘木 如果各位有興趣 我下一會提供各位看 剛種下去的那一撒那的照片 跟現在各位去那邊看到那棵樹的照片 剁差有多大 樹不是全樹移植 才是最好的 因為 現在樹有這麼大的時候呢 它的根系是有這麼大 當你切掉一部分的時候 它上面 有一部分就少了 水分或氧分 如果你不把它切掉 那一個部分就開始從那邊 一桿一桿一桿下來 所以不見得好 那當然 你把它切得不成形也不行 這時候 之所以說 我們為什麼要我們那一種監督單 會去看 你可以切 可是要切到什麼樣的狀況 那當它切下來之後 它重新長出來 不見得會比原來的差 這是我三十年來的一個經驗 所以我剛開始在訪問我自己 難道我 新一激發區也做過二十個案子 光新一激發區 難道每一個案子都不漂亮嗎 所以 所以 那再講 這個跟他們沒有關係的 我剛才也在聽各位講說 舒服我的遺址 捷運局不是我的業主 好 捷運的部分不是我的業主 我先聲明 可是捷運那兩顆受保護的大王眼 真的 站在我的專業立場 真的 明天趕快移植是最好的 完全跟工程 趕空不趕空 沒有關係 因為那個大王眼本來就是夏天要移的 而且大王眼移植根本不需要斷根 完全完全不需要斷根 你挖起來之後呢 重點在哪裡 要拿那個小剪刀去把那個根喔 那切來呢 不能讓他有錯 一定要切得 整整齊齊 每一個根都切得整整齊齊 讓他躺在地上啊 躺個一天再把它撞下去 那一顆保證活 不是所有的樹 都是一個動作說 我一定要去斷根要怎樣怎樣 才能夠活 不是這樣子 每一種樹都不一樣 齁 你現在看到這幾百棵樹 每一棵樹的樹根 難道都是那麼大那麼深嗎 我可以跟各位講 不一定 像榕樹齁 你給人挖下去 它是長在一個零屎上面 長在一個粉粒上面 它根根根本很薄 所以你連要挖樹去 都要割那個土球齁 基本就沒有土球給你割 因為我做了30年 你真的什麼狀況都看過 我今天不是騙他這一方 也不是騙你們這一方 我真的是用一個專業的立場 來講給你們聽 那今天我為什麼要來接這個案子 嚴格講求我公司的業務 30年啊 不缺業務 那我也知道接這種案子 那是拘捷啦 我三次人和談那拘捷 可是我今天是真的 抱著一個心態 今天廣時就沒有這麼多樹 我也知道市政府一定要去動 那我是抱著一個心態說 我怎麼樣讓這個樹 將來 一動之後 我的最好 用我的專業立場 你們是用你們的愛心 你們去關心 我今天是用我的專業立場 來接這個案子 那我所有的那個 我想文化局啊 那個公登處 有兩份報告嘛 受保護士送文化局 揮受保護處送公登處 都是經過專家嚴格的討論 然後才勉強通過 我不敢講說很順利動過 因為那個每一個學者 那個 甚至那個公登處那邊 有一個委員是那個 林四所 林四所 那我也給我蠻好的一個 一個建議 他對於賀根病 是全台灣這一支 他教我說怎麼去 在那個花包的條件裡面 寫啊 要怎麼去用那個用藥 然後怎麼全面去防治 這是一個 最後一個 剛來的遺掌 不好意思 姓怎麼忘掉 有講到 居民的安全 跟那個樹木存活力的問題 對不對 我跟你講 這片樹 為什麼很會吧 各位如果去過宜蘭運動公園 你只要台灣過的時候 去宜蘭運動公園看 運動公園一定輸一定倒一片 為什麼 因為他底下地下水高 第二個 他當初地下的土壤不好 所以他造成那些樹都淺根化 那今天我們這一塊 我現在是用我專業地產講話 我不替任何哪一邊去花園 今天這邊因為地下排水不好 所以根系都不敢往下 所以造成今天我們全面廣實的樹都是淺根化 那淺根化之後 如果你樹塊這樣長得太大的時候呢 颱風一來 頭重腳心很容易倒 這是為什麼會倒的原因在這邊 那所以我為什麼這一次 那個移植樹木的過程之中 很強的要求 一定要挖兩米深 然後呢 底下有五十公分的碎石 上面有一米半的客土 客土是新的土 我們所謂客土就是瓦心的狗的 為什麼底下五十公分的 因為萬一如果水排不走的時候 它還有一個沉積在那裡 然後慢慢滲透 這一塊土地不是完全不滲透 它只是慢了一點 慢慢滲透 然後它的根系至少可以達到一米半 你知道全世界一棵最高的樹 120公尺高在亞馬遜森林裡面 它的根往下多少 只有兩米半 今天那個市政府為什麼規定說 那種樹的戶土生 至少要一米二 最好到一米半 是因為絕大部分的樹 的根系也會超過一米半 為什麼 因為一米半以下的土壤 幾乎沒有空氣 一斤沒東西下去 一斤沒東西下去 就算你很好的土壤 它也不大願意下去 我們正常講說陽光空氣水 我們正常講說種這棵樹 陽光夠不夠 大家都很會講 有沒有頂幹 露水會不會滴到 很會講 沒有人家講空氣 事實上今天我這個案子 如果真的照我的方式去移植的話 未來這些所有的樹的生長條件 都會比現在染得好 至於九十六像那個 我完全不偏認為 萬一我見到的資料是什麼 我去判斷要不要乙有乙 可是各位要注意到一點 我們看樹要不要乙 不是純染石的平面而已 還有一個高層 如果假設那高層 將來完成面的高層 跟現在的高層不一樣的時候 那一棵樹還是要乙 因為你如果正常隔 你如果訪斷起來 那個索死 不行 那你如果正 現場 他來那麼低 你讓那種高層不一樣也不行 所以 我會 純討論 九十六像要不要 九十六像要不要 很簡單講 很簡單 我現在得到了資料 我們從頭到尾 就是要維持原狀 照理說的話 那一件樹 各位 我剛才有說明過 各位今天的意見 我們都會做整理 包括里長 包括葉老師 課長這樣好不好 因為剛才你有回答 那個游易先生說 那個設計圖還沒有出來 因為你樹把若沒有通過 你設計圖也不應該出來 你就明白嗎 你剛才 我們現在還這樣哲學 你剛才說 設計圖還沒有出來 所以 所以是不是 這個 我激動過後 我現在很平靜 我的意思是說 你是不是可以把 你的設計圖去考量 因為我們60公尺裡面的樹 不要去移它 是一個合法合理的要求 而且我們樹保會議 又沒有參加 那你如果把它 那剛才 還有大道理理長也講 還有大道理理長也講 就是說工程性的這個問題 你們專業去處理應該沒有問題 對不對 那至於說 怎麼做怎麼做 我覺得我都沒有意見 但是60公尺 這個是你們都市計畫自己畫出來的 請秀你們的簡報18頁好嗎 秀簡報18頁 而且你們那個設計 我覺得很奇怪的就是 這個地方 是不是96項這裡 這裡 現在的停車場 目前那個部分就是 停災跟停車場的位置 哪裡這裡 這裡嗎 客長 這裡嗎 好這個地方 客長你看 你不但把這一側的樹都拿掉 那這一側就是這裡 就是現在的 還沒有拆的福德品載 上面這裡 有沒有 也全部拿掉 那你這個拿掉說是工程的問題 上面那個又為什麼 那個差了二三十公尺的 那個又為什麼 所以這個設計就是有問題 現在設計單位也在 對不對 這就是還沒有拆的福德品載的位置 那你這一側也全部給他拿掉 對不對 然後這一側說是工程 那現在我是不管 我是指給你看 你如果說是因為工程問題 那你怎麼連這一側也拿掉 我們剛才其實大概 各位的訴求我們充分理解 好那剛才我們委託廠商 剛月有提到有一些工程上 他必須要移植的要進市 哪裡 哪一個廠商 哪一個廠商講 我聽到 我們規劃設計單位 哪一個PCM 剛才我先講 請告訴我一下你是什麼理人 我們這麼說 離職我剛才有施工工程的因素 還有你原理 不是 你不管什麼因素 你就不可以不合法 那六十公尺就是你規定的 你自己規定的事情 自己違法 爸爸跟兒子說 不可以講謊話 然後爸爸自己講謊話 這怎麼通 準則裡面 我們都要準則裡面 有留六十公尺的綠袋 這部分 我們都會遵守 對啊 這個我們都會遵守 綠袋裡面的樹 沒有必要移植 你怎麼要移植 沒有必要移植 各位要理解 有沒有必要這件事情 我們會專業判斷 沒有專業判斷的問題 我們民眾也有發援的潛力 剛剛我們現在這個秀出來的圖 是我們PCM的廠商這邊所 那這個也不合理啊 這邊 這邊為什麼全部都拿掉 那我講好不好 因為我們現在正在做工程的 統包工程的招標 那招標以後 它還是會 你是說樹木工程還是建築工程 建築工程的部分 那就設計圖都出來了 設計圖還沒出來 統包廠商都還沒找到 他包了以後才會畫圖 對啦 那所以 這是我們預計的 一個概括的這個範圍 那我們現在是概括出來 那當然有沒有微調的空間 當然這個部分我們會做一個評估 因為我們現在廠商還沒有找到 那當然大家今天的意見 我們都會帶回去 那我們也會跟我們相關的專業團體 這邊來做討論 那當然 居民的訴求 跟我們的訴求 其實理想是一樣的 就是希望 你想到樹最好 那當然 如果能夠讓我們的專業 有信心 能夠讓樹更好 那當然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那我今天因為時間上也不太夠了 那大家也 大家也 在場也充分 大概也都發言了 那能夠表達到的立場 我們也都記錄下來 那這些資料 我們都會記錄下來 那我們一定會 我們現場沒有回應到的部分 我們會在網路上面回應給大家 好不好 那當然 如果說未來文化局這邊有 要開報告的部分 市保這邊要報告的部分 我們這邊也會去參與 那文化局這邊 會按照他的程序來做辦理 好了 謝謝 問題是 這個設計圖還沒有畫 你自己就違法 但先 你這個畫怎麼講的呢 你前面 你前面說 是都市計畫規定的 你們自己去申請的 六死通過了 你現在又畫一個圖 違反那個六死 你自己畫圖違反了 都市設計整則就是我們 董哥長這邊在看 我這邊說明一下 六十公尺 剛剛說的什麼 以後還要在那個 你現在就違法了 以後設計公司 是不是更違法 不是 我這麼說 各位要理解 我們六十公尺 開放空間綠帶 一定會保留 但是我們要考量 跟我說 在那個位子的樹 它活得沉 活不沉 這個是站在樹的立場來考量 我要先講 我們說過 這六十公尺 一定會流出來 但是 我們有新有舊 我們也希望盡可能保持舊 但是舊的在原址 剛才 規劃 規劃警官顧問這邊也有講到 如果在縣址 這個樹 在高層 在因為施工的原因 它在現場存活的機率很低的時候 我們那個地方移植是對樹好 但是 我要說明 我們並不是說移了之後 那個地方就不種樹了 好嗎 各位要千萬理解 娜娜 你看這裡有種樹嗎 熱機的時候 就不應該去影響那個樹 這個是樹保 你這個觀念搞不清楚呢你 設計上面 我們絕對會以樹來做考量 你為什麼要設計一個說 以樹來弄不動 了解您的立場 了解您的意見 那我想我們的意見 其實是一致的 設計上面能夠保留的部分 絕對保留嘛 這裡啊 都搞不懂耶 當然當然 這個部分 您的意見我們都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我是說60公尺 它絕對是整個綠化的空間 那你為什麼設計的 我們現在這個圖是在指 說不定 那不管我想 您的意見跟我們的意見 其實是一樣 剛剛你講的 沒有一樣不一樣 違法的一些 沒有剛剛講的就是說 60公尺的綠帶一定會在 一定會在 一定會有 那一定會有的話 那至於這個裡面 該對樹最好的考量 我們這邊會做最謹慎的處理 這樣好嗎 有 有 那今天的時間也不早了 那是 不要勉強結束 好 我舉 我舉地的方式 你隔壁做的 我這樣講 如果說其他民眾 如果說 因為時間到了 我想說 如果大家願意離開 我們沒有反對 那只是說 你也可以 背後跟我們再討論 都可以 我可以這樣講 你那個寬度 我用主力方式 你就可以這樣走 你一定有到工地 對不對 捷運局就好 你看捷運局離房子多近 他的聯繫率多後 他有需要挖過頭嗎 挖到人家洗油裡面嗎 沒有啊 除非你的開挖方式 叫做這樣 洗波式的 他就會已經忍識到你 你這樣做這件事 怎麼可能 這個工程上面 他會做一個 最謹慎的考量 就是說 能夠越小的部分 他當然就是 開挖方法越小 但是如果有需要的部分 我們會做一個 專業上的考量 我覺得齁 所以請教他看看 我覺得你們不要說 已經知道民眾反應說 這樣不合法 我們在60公尺的範圍內 我們原有的數 你就 我們移數的原則是說 能不移 最好不移 對 那現在他就是可以不移 他那個還有一段距離 我們回去考量 我們細部統 統化廠長找到了以後 當然我們會 就這個意見 我們會做一個考量 沒有 不是考量 我告訴你喔 你們如果移植那個樹 我們會動用很多人來抗議 因為一條這麼有文化 那條樹 你們去看看多少拍過電影 那麼好的 你不保留 你還在那裡講說 我們會怎樣 會怎樣 劉老師這個意見 已經違法最先了 因為剛剛從頭開始 就這個意見 然後我們也都記錄下了 我其他意見 你都沒有回覆耶 羅科長 所以意見 那待會我們記錄 那個不用 你現在 這個問題都解決不了了 你現在 要離開的人 可以離開啊 有時間到了 可是你 好 那就讓我宣布一下 今天會開要不要 等一下 那如果有需要 我有一件事情麻煩你 幫我列入紀錄 一句話就好 既然要有這個60公尺的綠袋 那請你把這個60公尺的綠袋 放在斷層袋上 這樣子大家都安全 安全是第一考量 好 請大家 麻煩你列入紀錄法案 謝謝 那我們今天會就開到這邊 好 謝謝大家 謝謝